排除这个卡顿的情况 最简单的方法 也是比较多的情况 就是这个齿轮和这个架子 可能上的时候比较紧 它这个丝杆太紧了 它就会齿轮跟这个架子摩擦力比较大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把这个齿轮这样 卸下来 这样它们中间留出比较大的缝隙 然后你就把它上上去 这样留出大的缝隙 然后试一下 如果能够 就是这个时候通电如果能转动的话 转动的话 那就是这个问题就可以这样排除 然后你上的时候稍微给它留一点缝隙 留一点缝隙 这样留一点缝隙 这样它可以轻微晃动 但是不影响使用 好 我们上的时候会稍微上得紧一点 如果如果这个用齿轮修下的方法 解决不了问题的话 那这个就要来检查一下这个架子和板子里面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 把它这个螺丝给它都拧下来 把它卸下来 把它卸下来 试下来看一下 这是看一下这个 首先一个 看一下这个板子的表面 板子的表面 这个这两个这两个好看于板子接触的地方 是不是就是清洁表面是不是清洁平滑 没有什么异常 如果这个上面有有那个汗锡这个时候 吊上去的锡啊或者是那个松香的时候 它也会造成这个接触不良 这两块检查一下 如果上面要是有异物的话 可以用手指甲这样把它刮掉就好了 然后如果这个上面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再看一下架子 架子这个反面是有一个这个来回 随着这个齿轮转动的时候 这个上面有一个滑块 这个滑块下面是有四个 四个接触的一个触角 四个 然后你要这样通过这样侧面看一下 它跟这个架子 在这个这个边边的地方 这个这个弹片 它这个是不是 这个角度是不是有点大 然后这个弹片是不是 有点 这个角是不是有点抬太高了 如果抬高了 就可以 可以用镊子把它 往下压一下 压一下 但是压完了之后 要保证它这个这个边缘 这个地方它要是漏出来 这个弧顶要漏出来 弧顶如果不漏出来的话 你到时候上上去 它就没有接触 它就不通电 它就也是也是不会动 甚至就是有可能就是往一边 跑到一边去的 就是刚刚好这个弧顶漏出来一部分 那就差不多了 像这样子 然后这是排除这个弹片的问题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 这个排除掉了之后 把它上上去还有不行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就要 就要对这个架子 架子的两个孔 这边 还有这边 就是把齿纹卸下去之后 这个写下来之后 我们因为我们有这个工具 有这个专门的钻头 通一下这个孔 比如说这个孔上面 嗯 有毛边 或者 要把它用这个钻头清理一下 这个钻头的 那个 大小是 这个 这一头的钻头是用1.25的 直径用1.25的 如果大一点 1.3的 估计问题也不大 1.25以上的吧 但是不能太大 也不行 太大就会晃动 然后这一面呢 用0.9 0.9的钻头 给它这样通一下 通一下 通一下 把这个上面 这些 嗯 这些毛边都给它去掉 然后 再把齿杆上上去 齿杆上上去 然后把划块上上去 别说话 然后再把齿杆上上去 我再录视频 比较 然后把这个 这样 这样 顶好之后 用手感受一下 如果它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应该就是 就比较顺畅 你用大拇指的 直度感受一下 比较顺畅 然后你再把它上上去 然后 上上去 你这样做是 复位就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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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